东庭湖畔 世界实地公约的重要组成地突发起案 史无前例的数量 嘴边莫名其妙的血迹 令警方心存疑虑 犯罪嫌疑人自日投案 侦察员却为何接连数月外出取证 东庭秒伤 天网暗幕即将播出 东庭湖 位于中国湖南省北部 长江京江河段隐南 跨湘峨梁省 湖面水域宽阔 避泊万情 风景秀丽 水产丰饶 每年十月份开始 大批候鸟从北方向南迁徙 抵达洞庭湖区 它们中的一部分将在洞庭湖区稍作休整后 继续南飞 而剩下的那些候鸟将留在洞庭湖区越冬 直到第二年春天 洞庭湖风水期滞留的潜水水域 分布有大量沉水植被和地气动物 是白鹤 小天鹅 白皮鹿 雁类等大型候鸟 觅食的天堂 冰石窑 湖南东洞庭湖国家企自然保护区管理区 军山候鸟管理站站长 它所管理的军山候鸟区 属于岳阳市东洞庭湖 广荡漾 一望无际的罗尾部齐飞 共这处可见 七夕东洞 这边鸟类的种类还是比较多的 就像我们知道的 因为澳大利亚这个船只把它飞过来的鸟类 大部分是欧洲那边过来的 二级保护动物白皮鹿 然后再就是我们的天鹅跟大雁这一块 就是从西伯利亚那边过来的 明年到我们这个地方的鸟类 真正地达到这个顶峰 从十一月下行到十二月正上行这个时候 他们刚来的是这个鸟的一个是比较累 比较困 他们就是很不警觉 就是反正是猛 跌得猛之 这个时看到这个时看到以后 那个心里经常在想 这个肥了那么饿了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给保护了 让它这个要吃得肥肥胖胖的 肥子在这里生产 像我们的也渐渐渐渐渡的 一年在我们同一个时期跟它做吊杂的时候 做监制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17万多几秒了 都并着大部分 绝大部分都是比较大的射精 丁世瑶在这里工作已经有十几个年头 每天的例行巡查 对它而言都是一种享受 一望无际的洞庭湖风光赏心悦目 成千上万只野生鸟飞的名叫 更是如天籃一般愈合 2015年1月18日傍晚时分 丁世瑶像往常一样在湖畔寻查 突然一艘正缓缓靠岸的渔船 引起了它的警觉 按照当地渔民的作息习惯 绝大多数渔船应该在下午就靠岸 而现在天色已经接近傍晚 这条船上下来的那几个人 规规碎碎的向岸边走来 让丁世瑶看到有些反常 我看到完以后我就下去 先给死 往转身转目瞄一下看一下 就当时就看到那个转身 有那个袋子 袋子上面还有那个棉币 我当时就问了 他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的 他们说你们大女的 他说你们大女的 你们在船里面在这里干什么 在这里休息一下 虽然自然保护区内的巡逻非常频繁 但依然有灵性的步伐分子 在洞庭湖区刺激盗猎再次栖息的候鸟 而眼前几人闪烁其次的回答 更使丁世瑶感到异样 我当时我要将我的自发证了 然后我说我是自然保护区内的 跟头护区站的站长 我说我上你的船子看一看 这个时刻我就将心上船 丁世瑶没有理会寄人的阻拦 翻身上船 并静止走向船上的蛇皮袋子 当他把蛇皮袋打开的一瞬间 呈现在眼前的是满满一代 已经死亡的野生鸟类 而此时船帮处的几人突然四散逃窜 他连忙下船追赶 可由于天色已晚 这几个人很快就消失在了夜幕之中 丁世瑶随即向湖南省岳阳市森林公安局报警 并回到船上 对几个蛇皮袋进行检查 因为他们经过长期在保护区工作 有一些识别能力 他就发现有17只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在现场杂货的这些荷鸟都是三只 数量之多保护级别之高 是我们原来查的案件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这是一级极大的非法抖杀 珍贵平民野生动物的案件 如此庞大的数量 让赶到现场的湖南省岳阳市森林公安局的民警 触目惊心 在场的每个人都对眼前的景象痛心不已 第一时间就就是很痛心 这个都是任那个西伯利亚 有一部分是从那个欧洲那边 荷兰吧 这个里面有这个白鱼路 那就是荷兰的国鸟 到我们这个国家 鸟是国界的 到这个地方那以后飞了几千公里 到你这个地方 本来是日董到这个地方 要得早一点死的 再飞育下雨的 结果来就 在这个地方被你堵杀了 很痛心 经过清查 船上的蛇皮袋一共有八个 每个袋中装的都是已经死亡的野生鸟类 经清点 该船上共装有六十三只已死亡的野生候鸟 经比对 这些死鸟疑似小天鹅 白皮鹿等珍贵宾威野生候鸟 接到这个报告以后 森林公安局高度证实 我们分析这个案子 免得东西的社会与人压力 以及引导的压力 岳阳市森林公安局成立数十年 从未见过如此多的野生鸟类 被一次性猎杀 这无疑引起了多方重视 同时消息传到社会上 集中了诸多爱鸟团体 岳阳市森林公安局专案组如芒在辈 东庭湖畔 世界实体公约的重要组成地 突发起案 史无前例的数量 嘴边莫名其妙的血迹 令警方心存疑虑 离奇的死亡状态 蹊跷的作案手法 诡异的市场流向 死亡原因查明 嫌疑人未莫暴力 丧心病狂 动停鸟伤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专案组成员迅速对缴获的野生鸟类进行检查 发现这些候鸟尸体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投杀的核鸟 它的阵长 这个鸟的脊边有血 与这个正常内杀的 有伤口 有血迹 这里投杀的核鸟 全面有了 这个生力 都是黑色的了 变黑了 这个阵长 死的阵长不等了 这一发现 让现场所有的侦察员心中一惊 这些被猎杀的候鸟死因究竟是什么 侦察员立即将这些候鸟死体 运送至具有相关司法资质的机构进行鉴定 经专专业机构鉴定 63只野生鸟类是因使用农药克白威厚中毒死亡 其中17只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分别是12只小天鹅 5只白皮鹿 46只使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 种类有仓鹿 赤麻鸭 赤井鸭 叶鹿等 克白威是一种残留性的农药 对人的肯定有影响 主要主要是用于农药上面的肩 防虫的棉花 干枝 适应这些农药 克白威属高度杀虫剂 别名孚南丹 是国家明令限制使用的一种农药 因为克白威对于鸟等动物 属于高度类农药 森林公安对此类农药非常熟悉 鸟一上了以后 鸟里面口里面流血 就是很明显的农药现象 最近这也就传送从克白威士剧毒 这些野生动物吃了以后 间歇封口 专案组按照以往的办案经验推断 这些野生鸟类被盗裂后 最主要的销售渠道 就是一些以野味为主打的餐馆 倘若流入市场 后果不堪设想 它市场它这个就是 可能一个是经营加工餐馆 这个方面 第二个可能说 它就是这个流向外地了 反正都是人使用了一般来说 因为他们放在市场以后 那个买卖的人就不知道它是毒食的 这些肥胖类部者 脏心病狂 为了魔力 可以为了胆大王位 这个KBV成分是一种残留性 残留在人力里面的话 对人力的生理 给人影响比较大 这个医学上可能会致癌 而令侦察员更为担心的是 军山后湖管理站所管理的 是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 此时时至一月 几乎所有的候鸟都已经抵达 保护区内野生鸟类的数量多达十几万 倘若核心区内还残留有农药克半飞 有不知多少无辜的生命将再也无法飞回到西伯利亚 想到这里 所有侦察员都不禁更加紧张 表内从这么远的地方飞过来 它也确实挺不容易 就是红燕 它刚飞过的时候大概就只有五到六斤 但它走的时候有七到八斤 它这里是个 因为它经过长度的迁徙 它的脂肪全部消耗了 因为它消耗了体内大量的脂肪和能量 它在我们这里就是取备能量 准备第二年三月往飞迁的 所以你说它为了这个来以后 你到你这地方你不给它一个安静的环境 刚到你这地方就被捕杀了 确实感到很心动 专案组立即对查获船只的水域进行封锁 并对案发当日所扣留船只计较查 这不仅是为了尽快破案 更重要的是找到犯罪分子散落在失地 其他地点的刻板飞农药 避免更多夜生鸟类受到伤害 很快嫌疑人身份浮出水灭 当时保护初还是说没认识这几个人 但是通过他遗留的船只调查以后 还是了解自己就这几个渔民 还是知道一些信息 就锁定了这个船主 就是外号何老四 另外的几个人是谁 经过后来走访一名 就是有一个是他身形比较矮小的 是他的儿子 另外一个年纪大的 据说是他请来的帮工 外号叫做君妹子 经过调查 七船船主为何某强 现年四十五岁 为洞庭湖周边渔民 但在进一步详细调查后发现 何某强并不像普通渔民一样 那么简单 何某强 他以前也是个渔民 后来他逐渐逐渐在湖里发展以后 把整个湖面由他管理 他就把这些湖面承包给渔民 承包渔民后 渔民捕捕的鱼 都由他发漫出去 根据现场几人的身形 专案做判断 案发当晚很有可能就是何某强等人 弃传离去 随即着手寻找何某强的下落 果然何某强从昨晚发案后 就连同自己的儿子 帮工钟某一起消失了 我们就通过外围去找他的家属 亲属 就是他们有几兄弟嘛 我们就通过外围去找他 当天晚上他们逃了之后 他们并没有出现 就在侦察员准备进一步寻找何某强强 保护区却传来了令人意外的消息 当晚起船逃窜的三名嫌疑人 到保护站投案了 东庭湖畔 世界实地公约的重要组成地突发起案 史无前例的数量 嘴边莫名其妙的血迹 令警方心存疑虑 人间蒸发的嫌疑人突然投案自首 案件是否出现撞击 刑局已定 警方却又为何酷寻真相 洞庭鸟伤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专案组侦察员得到何某强等人投案的消息后 都感到十分意外 随即将其人带回公安机关进行审讯 第二天这个何某强 他带着这个中妹子和他的儿子 到了保护区管理局联系 他说我来投案 然后我们公安局的民警就到现场去 把他们带回来传唤 后都传唤到我们办案区来询问 专案组立即退涉嫌使用农药克百飞 盗猎野生鸟类的何某强等三人展开审讯 然而何某强等人却识口否认自己有盗猎的行为 一口咬地 这些鸟就是他们捡来的 所有的鸟都是捡来的 是他们在下腹收拟的过程中捡捡是捡的 他们就是不承认他们是他们毒毒毒杀的 面对嫌疑人的识口否认 侦察员自然无法相信 他们船上所缴获的63只野生鸟类 是所谓捡来的 因为府里面我开始跟你说了 这个围子是我出全包的 别人是不可能在我里面做捕鱼的 做任何事都不可能 没击我留下你是不能进来的 别人进来就全部是炒汤了 不可能进来捕鱼 就他们是个人在里面 还有谁来不放投毒 你什么地方捡 这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我投的毒 你去捡它 我肯定对你有意见 就肯定会造成一种矛盾 或者斗殴 所以别人是不可能的 但是嫌疑人始终一口咬定 不是自己毒杀的这些珍稀娘类 在没有掌握其他证据之前 警方对他们的供述 也只能是将信将疑 找出来是谁毒死的 是不是他是真的捡的 是他毒死的 还是其他人毒死的 这个我们要搞清楚 是我们进步要落实的 真正的方向也是我们 专案组分析 三人前一天逃窜 很显然是知道 这些野生鸟类的价值所在的 但他们面对警方询问时的说辞 明显是之前商量好了的 但对于此前做出的 这些鸟类是被他们投毒杀害的推断 专案组手头并没有掌握 其他相关的证据作为支撑 如果不能从这些人身上找到答案 那么这些真心鸟类的死亡 又究竟应该让谁来负责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警方对何某强等人的询问查证时间 不能超过24小时 专案组决定 在规定的时间内 申请检查机关介入 如果说我们不把下一步查清楚 是水毒的毒发 那个性质就定性质不同了 案件的定性不同 犯罪的定性也是不同 它是毒杀 猎杀珍贵病危野生动物 那个是贩卖 允许珍贵病危野生动物 性质是不同的 岳阳楼区人民检察院 在接到警方提出的申请后 在了解了相关案情和现有证据之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认定 何某强等人已经告成了 非法运输中国珍贵病危野生动物罪 可以对其刑事拘留 对何某强勤的批捕手续 仅仅是贩卖和运输 如何查找到更有力的证据 无疑是艰难 东庭湖畔 实地公约的重要作成地突发起案 史无前例的数量 嘴边莫名其妙的血迹 令警方心存疑 架构长线 警方追踪数月及一网打尽 野生鸟类积析堪忧 我们该如何保护日渐消失的湿地 洞庭鸟伤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为查找线索 专案组民警深入东洞庭湖 君山后湖好坝区 走访渔民 了解何某强等人近几日的活动 但在几天的走访中 侦察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所走访的渔民们一听到事关何某强 一个个三肩齐口 惠莫如深 何某强究竟与这些渔民众似乎并没有解答 我们主要找的这些渔民嘛 都是平时跟我们关系比较好的 比较配合我们的 但是找往他的时候 就是关系再好的渔民 他也有隐瞒的东西 我们多找访几个渔民 每个渔民隐瞒的地方不一样 跟他合伙的那个渔民已经回家了 他们已经通知他 回避了我们的调查 而就在此刻 一名渔民口中无意中说出的一条线索 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 何某强在11月份某天 与中某军等人 开着一辆白色轿车 去离一趟南县某街道采购 敏锐的侦察员注意到 何某强等人去的街道 大多是售卖农药的农资店 这一线索是否与案件有直接联系 这一线索让所有侦察员都感到很兴奋 很快通过监控查找到何某强等人 曾在11月23日去过的南县某农资店 并立即驱车前往 对农资店老板进行调查 并从老板的口中 获取了当天发生的事情 他就说到那店子去 买CAPV 就看到一辆白色停在他门口 下来两个三个人 其中他就买18大把CAPV 事关重大 这很有可能是何某强等人 购药毒杀野生鸟类的直接证据 当侦察员再三询问 是否确定就是何某强来购买农药克白威食 农资店老板给出了非常肯定的答案 因为何某强 何某强的话 他手已经有一只手 右手受伤了 就不能提 不能提的话 他就请了一个老年人帮上了车 这个事实无意加重了何某强等人 涉嫌毒杀候鸟的嫌疑 真相似乎正在一步步逼近 当看到侦察员调取到的自己购买毒药克白威的店铺记录 以及行车监控时 何某强等人明显慌乱了起来 但是何某强依然一口咬定 他们的确购买了克白威 但绝对没有用克白威毒杀候鸟 那些死亡的候鸟就是他们捡来的 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 夜生鸟类就是何某强等人毒杀的 专案组必须寻找到更有力的证据 来推翻何某强的这一说辞 因为这个也还自证明他买了农药 这个农药是不是跟这个鸟的死有关联 这个我们就要讲第二步了 就是说这个农药到哪去了 农药是不是他投下去了 还是其他怎么办 其他人投的 就是这个观点性我们就要进一步查实了 就在专案组人员心情处于低谷之际 从审讯室传来了一个消息 钟某面对专案组调取处的行动轨迹 异常慌乱 并供述了何某强与其定力攻守同盟 咬定死鸟是捡来的 但事实上死鸟是在渔民手中买来的 这个线索让所有人都振奋了起来 只要找到出售死鸟的渔民 真相很快就会大白 很快在侦察员的继续询问下 钟某说出了几个名字 专案组再次到湖区 开始了新一轮走访 很快隐藏在何某强背后的一些名字和外号 慢慢显露出来 比如说何某强 他外号就叫何老四 然后他的帮工 钟某君就叫君妹子 还有那个方某华就叫华妹子 还有一个老一点的 就是叫做张老鬼 或者叫海 海妹子 海老鬼 就是那个张某海 最近侦察员通过走访调查 几个人近日来的行踪 很快查明 这些人与何某强 一直联系非常频繁 直到何某强到保护站投案的那一天 这些人突然间全部消失了 侦察员再次提审钟某 钟某只认出了卖死鸟给他们的张某 方某 及龙某当身 全部都是他们一起的人 因为我们所牵涉的最后几个人 全部是他位置里面 四个位置的人 我就感觉这才差不多接近真相了 连续的突破 让专案组精神振奋 一场抓捕的雷霆行动 在岳阳 易阳 两地公安的协助下迅速展开 他们都没有回家过来 所以说我们最近很多努力 在以后 通过以后 我们采取其他的继续手段 进步来抓捕他们 才把他们锁定 2015年4月 专案组外围调查组插名 张某 龙某明和方某 躲藏在易阳 专案组辗转易阳 元江两世 将二人抓获 4月13日 专案组奔赴深圳 追踪龙某下落 4月26日 龙某儿子龙某明 获予心理压力 投案自首 5月2日 专案组将其压毁月压 6月3日 龙某如见儿子龙某 和方某等人已经落榜 也投案自首了 第一个是方某某 在当时的方某当案以后 我们也对它进行了审讯 审讯以后 透过图审 总共取了他们这两个人以后 我们还另外抓不住 导案了5个人 几名犯罪嫌疑人的陆续导案 案件真相也渐渐浮出蜀灭 主犯何某强 长期在洞庭湖收鱼 与渔民们形成了利益关系 何某强 姑请帮工钟某 打杂作势 龙某 龙某明 余某 方某等人 与何某强关系亲密 在长年的收购关系中 逐渐将黑手伸向了野生鸟类 协助何某强购买毒药克百菲 并出售毒死的鸟类 这些人在日常交往中逐步形成毒杀 收购 运输 销售 野生鸟 网络的犯罪团伙 我们真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这个弹火 走资那么粘密 从鸟药 得度 销售 这些环节 形成了一个电疗 在铁的证据面前 钟某等人承认了罪行 并交代了全部的犯罪过程 而作为主犯的何某强 却自始至终没有开口 尽管如此 他也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 他一直就是这样 讲他是简的 没有承认 一直到最后案件的承破 他也没有承认 他就是宁口共 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 请被告人到底 请各位告人 按起诉书 命名的声势 还得好 你是因为涉嫌非法收购 运输出事 珍规 并为野生动物证 非法守列证 被关键机关采取 想能做事的 什么时间 2016年3月7日 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 对此毒鸟团伙案 作出一审判决 一 被告人何某强 钟某 方某 李某 犯杀害珍贵宾威野生动物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有期徒刑十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有期徒刑十二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有期徒刑六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被告人龙某如 龙某 龙某明 犯非法守列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两年 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两年 二 被告人何某强 钟某 方某 李某 龙某如 龙某 龙某明的犯罪行为 造成国家财产损失 四万四千六百一十七元 有个被告人 共同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岳阳市林业局进行赔偿 并承担连带责任 这个案子 他的判决很有特点 因为当时 这个在我们这种本地 是第一例提起公益诉讼的 就是说既要对你判处 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还要附带对你提起民事诉讼 这个就是说 这个鸟类是国有资源 你对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的话 那么检察院就会提请 这些主管部门 对你附带提起民事诉讼 说明这个国家 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力度 越来越大 打击的力度越来越大了 对反击保护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 这个保护这一块 令国家更加重视了 岳阳市森林公安局 专案组民警 历经九个月 跨四省 形成万里 在线索极其有限的情况下 历迫此案 给犯罪分子以应有的惩罚 也给肆意杀害 野生保护动物的人们 敲响了警钟 保护野生动物 保护鸟儿 远远有质 这是作为每一个中国公民 应该具有的手指 所以说 作为一个不容易的公民 我们要承受 这个属于安养 扶鸟的意识 积极地逃遇到 安养扶鸟的形状中来 公安部A级通缉令 朱雁辉 南 1982年11月17日出生 户籍地 安徽省复阳市 颖州区 原级镇 原级村 原级1008号 身份证号码 341204 1982 11170432 该男子 为重大盗抢骗犯罪 再逃人员 公安机关 希望社会各界 提供有关线索 发现有关情况 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对提供线索的举报人 以及检举揭发有关人员 公安机关将其余奖励 傍晚离家 年轻的妻子 莫名失踪 生死不明 嫌疑人落网 作案动机 却令人费解 无法相信 依次串门 竟然引发 无望之灾 自念苦火 导致了两个家庭的悲剧 乡村女子的悲剧 天网栏目近期播出